大家好 我是詹姆士 我現在在新店的壁潭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走的就是 壁潭橋旁邊的河美山 那也是我們現在前面看到的這一座 那河美山呢 它又稱壁潭山 那因為它的外型有點像本機 所以有人稱呼大奔山 那它的海拔高度不高 大概153公尺 那所以是一座蠻輕鬆的山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去那邊走一下 首先我們要先過這座壁潭橋 在壁潭橋上面的風景非常好喔 前面就是很有名的小赤堤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划船 我們已經走過壁潭釣橋了 那這邊呢 就適合美山的登山步道口 那因為呢 現在橋頭正在很兇 所以有鷹甲為住路口 都比較不清楚 那在這邊有一個岔路 那往右邊呢 就是綠線的青山步道 那往左邊呢 是藍線的水岸步道 那我們先走右邊青山步道 在河美山呢 可以看到這種很多廢棄的一些建築 那是因為這邊早期呢 它實際上曾經是幸福碧潭樂園 早期呢 林務局將這邊的土地 那承租給就是私人企業 那聽說是幸福水女 那在這邊呢 就是有這樣經營一個樂園 但是因為後來經營的內容 和一些經營的方式有些問題 所以在70年代的中期就關了 那後來在90年代呢 那個新年事工所就把它重新整修 然後變成是一個登山步道 大家可以看到綠線的登山步道非常好走齁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下面都是鋪設的這種石磚 我們要取上往山頂的方向 河美山頂還有350公尺 河美山頂220公尺 要往山頂的路最後一小段 是這種泥土 然後搭配這種木頭的石磚路 到山頂喔 河美山 山本三角店 1005號 海拔152公尺 登登 我們從新店捷運站走了半小時 那就走到河美山的山頂了 那從山頂這邊展望非常好喔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那邊 地毯橋啊 新店捷運站 然後在遠方一些呢 微微可以看到101 然後旁邊還有南港山 然後對面那一座呢 就小石山 然後那邊呢 就是清潭的方向 風景非常佳 這邊再繼續往下走的話 就會走到梅之城的社區 那所以我們要先折返 那往南線步道 好我們現在要下去呢 要換去走南線水岸步道 我們現在走在林間山島 我們現在走在林間山島 我們這邊接到南線步道了 那這邊有兩個方向 往右呢 那是要走到渡船頭 那或是彎坦的遊戲區 那往左呢 就是直接下到地坦吊橋那邊 好 那所以我們就選擇往左 那如果往右的話 他其實還可以繼續再往下走 走到彎坦山 那今天彎坦山不是在我的計畫內 那而且我是下午來爬 現在已經三點了 所以我們就不往下走了 我們主要還是把重點放在河美山 這邊是雙心坪 那基本上就是做成很像兩棵愛心的一個休息區 這邊是一個荒備釣的碼頭 不過呢 從這邊的景色還蠻不錯的 最漂亮大家帶划船 我們現在還帶藍線步道上 哇 這個廣場很像是一個表演團刊 或是有什麼活動的廣場 那從他前面的舞台設計 然後還有這邊的椅子 那想必這應該也是以前樂園留下來的遺跡吧 距離彈釣橋最後250公尺 我們回到登山口了 那今天呢 我們總共走了大概一小時二十分鐘 然後里程數大約是3.2 3.3公里 那整理來講呢 這條步道非常好走 很輕鬆 那主要有綠線的登山步道和藍線的水岸步道 那都算是蠻輕鬆便宜進人的 至於在展望這部分呢 那我覺得只有在山頂的部分 它的展望會比較好 那至於在其他的部分呢 我覺得就是收手的 那不過呢 如果你今天的時間很有限 只有個一兩小時 那我覺得河美山到四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我們今天旅程就在這邊告一段落囉 下次再見 掰掰